大家好 介紹下禮拜的活動 現在神魔街已經開跑了 那詳細的活動我會放在影片的留言處 而回到影片的重點 下禮拜第一個在禮拜一的時候 會開放競技場的競技試煉 那這個講過很多次了 個人極度的建議這個一定要打 然後再來第二個 福利關卡在下禮拜一 就會變成是專門在刷靈魂的福利關卡 如果是靈魂有缺的玩家們 就把握這個大好司機來刷一波靈魂 然後一樣在禮拜一的時候 有一個復刻的挑戰任務 世界級的管家服務 那這個算是神魔節的挑戰關卡吧 當然是這張伯樂 然後他跟君恩介紹的愛美美 這兩張同為神魔節的特殊活動卡 他們也有連動關係 那在下禮拜 則是會先復刻這張伯樂 有需要的玩家也可以打一下喔 然後再來禮拜二的時候 是復刻的地獄集最後的蝶吻 那這張卡是握瓦道 他算是蠻實用的一張地獄集卡片喔 然後來到禮拜五的時候 是全新的地獄集 打的是這張C啦 然後再來 恩...也不算重點 就是每個月的一號 再二級都會再一次復刻 所以八月一號禮拜日的時候 會有一天限定的超難度關卡復刻 那這個算是前一陣子才剛推出的 侵蝕蜂王 薩魯曼 好 那麼再來就是一切日常的部分 首先在下禮拜一到禮拜五登陸都會有一顆魔瓦石 一共可以獲得五顆 而在禮拜六禮拜天登陸的話 更是可以獲得一管的體力回復藥劑 那記得這是有時間限制的 而最後下禮拜也會有體力滿滿 在以上兩個指定的時段 首次使用魔瓦石回復體力 都可以額外獲得一隻的體力回復劑 那如果兩個時段的話 最多就是可以獲得兩隻 好 那麼以上就是比較下禮拜的重點活動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感謝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部再見囉 掰掰